在美國的犯人多到要搬出去給私人公司做的省錢 我的KOL說他有買保險 所以損失應該是有一倍的 你有沒有做這件事? 沒有 還有一個銀包很漂亮的牌子 也有少許錢 但我覺得這也是給我女兒作為一個教訓 有些東西是要花的 但他會省錢 而且他現在就很緊張 好像當監獄 即是事後的 我自己也買了一些 其實你做好一點的保安 你已經差很遠 有些東西有聲音 但他又離開了 即作為賊的心理 都是簡簡容易的 你一有響聲 有狗吠 他都走不走 他偷東西 至少在英國的暴力不算多 當然在英國來說 法國也算是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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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北歐那些當然是很壞 那些監獄都坐不上人 要坐而少監犯 你想想 在美國 那些犯人 是多度要搬出去 給一些私人公司做的 省錢 社會的結局很不同 不要說經濟的體量 這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你擁抱移民的 必定有這樣的事情 你要預先有這樣的事情 發生 好 好